看見你背影模糊 你的微笑早已失去了溫度 其實心裡最清楚 再也無法為你付出 已經走到這一步 我想我們真的已經迷了路 終點永遠到不了 最後只好舉手忍受 祝你幸福 除此以外 我還能送你什麼禮物 以後的每一切 我會溫笑為我祝福 我會溫笑為我祝福 醫生他怎麼樣 急性未穿孔 我們要給他做個手術 我會溫笑為我 祝福 嚴啟 你不要怕 我會掉 嚴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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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她 手术同意书 你是她的金虎人 你得签词同意 签吧 只是个小手术 不要紧的 是 我只是她的法庭监护人 同学 同学 展颜请假 她为什么要停下 不知道 那你知道她家住哪里吗 不知道 展颜很少跟同学来往的 我 我只是这一幕 我只是在这边 我不是在这边 我只是在这边 我只能够就像白的 我只是在那里 我只是在这边 我只是在那里 我就是在那里 这个时候你管我 你有什么毛病 我的毛病不就跟你一样吗 不就是心里爱着一个人吗 我不想跟你吵 你也睡着了 没什么差别 他不管是醒着睡着 是病着还是好着 他心里一清二楚 他这辈子是吃定你 王琪 反正就是这么回事 谁爱谁就欠谁 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债人 你还是回公司一趟吧 远兄集团要谈合作计划 执迷要你主持 大奶爸这么闹啊 改变你哥逃老婆了 看你们还玩不玩 没关系小白姐不会有意见感 出 喂 哎 芳芳 对啊 对啊 你真有一套哎 无时无刻都能打手机 对对对 他有告诉我啊 这两天都没见着小凡啊 哦 他忙嘛 打个电话给他 叫他来吃饭 他不会来的 怎么了 估计他气还没消 这几天对我爱理不理的 肯定是你的不对 是他爱生气 那你哄一哄他呀 怎么哄啊 没哄过 没哄过 你就是让他宠坏的 快打电话 他不会接的啦 快呀 我可告诉你啊 小凡这女孩子 我和你爸爸都挺喜欢的 你可别乱整 快打电话 跟你说他不会接的 手机给我 好 竹竹 小凡电话 13671829286 方语助 都跟你说他不会接的 那你去接他 妈 快呀 要不然我今天不做饭 你们谁也别想吃 失火了 哎哟 我的汤了 方语助的耳朵失火了 讲到电话都要烧起来了 妈 哥他不电话 他不去找我小关姐 我们打赌 你讲到我回来还没讲完 妈 哥还不去 方语安 喂 李伟芳心理咨询工作室 您好 阿里啊 我方语安 他在吗 哦 今天有个讲座 他听讲座去了 哦 对 吃饭 他拍摄 您好 呐 您好 我们开门 予 好 您好 你 都不能忽略了生理方面的问题 只有可能是脑签也出了问题 如果切除这一块 那会怎么样呢 那就会出现肢体运动和语言方面的障碍 改变它的思维 关于这一点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谢谢你 我想一个人坐坐 好的 我过会儿来推你 展颜 真的是你呀 你怎么会在这儿 为什么突然请假 为什么同学都不知道你住哪 发生了什么事 你真怪有趣的 话里都是惊叹号 为什么会在这儿 单身生病了才在医院 什么病 小毛病 怎么就你一个人 没人照顾你 小毛病 不需要人照顾 谁说的 都起风了 来 你怎么不问我来医院干嘛 我可没生病哦 来陪我啊 你笑起来挺好看的 展颜 这名字你取对了 你呀 应该要多笑一笑 你叫以安 有典故吗 你记得我的名字啊 你居然记得 你告诉别人名字 是希望他忘记的吗 你叫方以安 你还有个妹妹 别人长了五官 他长了六官 他脸上 比别人多讲了一样东西 你都记得 是什么东西啊 先不告诉你 以后啊 你看到他你就知道了 好 就这么办吧 是 大山 王岐这两天会忙一点 没事 炎炎病了 我让他留在医院里 好 那我你出去 大山 有事吗 谢谢你 没事 小凡姐 嗨 小凡姐来了 哦 方妈妈 来啦 没把她骂一顿啊 谁啊 方以安啊 她在哪儿 不去接你去了吗 先生 王副总请您在这份文件上签个字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他不要我 你把他一个人扔在医院里 不是的 他 东阳 东阳 哎呀 去签详会吗 又可以看到他的本人 还给我到他的手 不要再讲了 一天的晚只知道打手机 一个月多少电话费啊 干嘛把气都出在我身上 不等他了吧 我们先吃 就要等 好 我就要看他什么时候回来 你捉 打手机给他 现在知道手机的好处了吧 哦 我打我打 受不到讯号 简直就是默认其妙 好烫 好烫 真烫 精炭好 是烫啊 刚烤出来的 这个烤得好 来 我不吃 不吃你还要我买 你吃啊 我一个人哪吃的了那么多 吃一点吧 别客气了 我可是见识过你的胃口 吃一口吧 很香很香的哦 季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上回 还有上上回 你 医生说 你可以进食了吗 怎么 你不可以吃东西啊 自己刚刚动完手术 可以随便乱吃吗 对不起 季先生 我不知道他动了手术 你要是真想吃什么 可以告诉王琪 要不 你跟我说 季先生 我很抱歉 都是我不好 我 严严需要休息了 好 那 我先告辞了 我来 我来 展顶 你要好好休息哦 芳儀啊 过来 过来 我们还会是朋友吗 是啊 当然了 你会带我认识尹珠吗 一定 你妈真气了 小凡姐都不气 她气什么 气还是得气的 她先生的气 小凡就不大好太气了 哪有那么多名堂啊 搞心理战啊 你家小凡姐是学心理学的 她会不懂啊 你手机怎么没电了 关机 不干热了吗 我说那怎么哑了 怪不习惯的 方妈妈 我先回去了 怎么就走呢 还没吃饭呢 真的不用了 我真的不饿 小凡别走 等她回来一起骂她 不用了 方伯伯 珠珠 那我走了啊 怎么不吃饭你就走了呢 就是啊 我错 是我的错 你上哪儿去了你啊 说是接小凡就会人家自己来了 我在院遇到一个同学 他开刀住院了 什么同学啊 你这是 好了好了 你们先吃饭吧 宜安 你陪你妈吃饭 他回来等你 到现在还没有吃呢 小凡你也没吃呢 一块来吧 方妈妈 真的不用了 我明天一早起来还有事呢 我先走了 你们吃吧 你 还不快追啊 快呀 小凡 小凡 对不起 我跟您认错 小凡 我真的去了医院 我还看到你在听演讲 什么生理心理 切除脑前夜的 对不对 不信你去问阿丽啊 是他告诉我你去医院听演讲的 是展颜吧 你那个生病开刀的同学 是他吧 是啊 你怎么知道的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呢 你是个不难知道的人 自从你认识了他以后 你好不掩饰地表现了 你对他的高度兴趣 除了他 还会有谁 我真的不知道有那么巧 他就住在那家医院里 前几天 我还去教室找他 我 对不起 他真信誉 老有人为他道歉 小凡 颜 这样吧 咱们先冷一冷 什么意思 大家都好好地想一想 是解散的意思吗 我不同意 我并没有在征求你的同意 你不能因为这个理由跟我分手 你不能就只因为我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 你太不公平了 乙安 我们俩交往 从来就是不公平的 在这份感激的天平上 我永远都是压衬的那一端 难道你现在才要开始 跟我讨论公平与否的问题吗 你冤枉我 回去问问你的心 再来跟我说这句话 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是对生活不满意吗 我对我整个的人生都不满意 我对我整个的人生都不满意 以后只会越来越来越不满意 想想挺没劲的 告诉我 要怎么样你才能满意 告诉谁 告诉我 你是谁 是长辈 记书 还是一个我喜欢的男人 你先决定了你是谁 我再好告诉你 你 你 我 心三最大全家 愿情无力只尘 热烈说你的话 妈 我 告诉辉书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受尽委屈能怎样 苦过有怎样 那就不说了 结果都一样 对你所想 你总不曾把我放在心上 你总不曾在意我所想 如果爱你从来只是妄想 承认早已疯狂 原谅我已无力在前场 请你相信是非我所想 如果真的为你有点沮丧 那什么赔偿 我们不可能 你是早上的太阳 而我 我连自称自己是晚上的月亮 都不够资格 我算什么呢 三十六岁的中年男人 身上抖一抖 除了沧桑 只剩下疲倦 我凭什么 不如就只剩下疲倦 你总不曾把我放在心上 你总不曾把我放在心上 你总不曾在意我所想 如果爱你从来只是妄想 承认早已疯狂 我原谅我已无力在前场 你惊骗地发现 原来我燃烧了大半辈子 竟然只是为了 为了这个糟老头啊 我这么做真是不值得 我不能够忍受那一天的来到 你只剩下疲倦 你只剩下疯了大半辈子 你只剩下疲倦 你只剩下疯狂 请你相信是悲话所想 如果真的 比你有点沮丧 那什么 会 珠珠 我背你 我请你看电影 送你充值卡 五百块 喂 你干嘛 这手机是我送你的 我要收回 不要嘛 拜托你还给我 跟你讲话你干嘛不理我 居然还忍得住不跟我说话 奇怪 不想这样吗 这是老妈说了 在你把小凡姐求回来以前 我们全家谁都不可以理你 谁跟你讲话呢 就扣谁的零花钱 包括老爸 无聊 我也觉得很无聊 但是没有办法 老爸说老妈现在在更年期 最好不要扔她 珠珠 你帮我个忙 不行 你一定要帮 不然我就告诉妈 你跟我说话了 方言 对 我就是威胁你 怎么样 好好好 你先别打 你先别打 你帮我这个忙 我不但不告诉妈 而且还给你零用钱 双边间谍 在家五百块钱充值卡 成交 对啊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他这个人很棒的 对啊 你啊 你就要放胆子去追 施展你无限的魅力 对啊 要对自己有信心嘛 嗯 嗯 你怎么没搞错啊 你的身材已经很好了 嗯 嗯 哎呦 你不知道 我现在屁股大了 腿也出了 腰也没有前戏啊 嗯 不过我听说啊 可以去练瑜伽 练了瑜伽 然后再加上素身高 这样身材马上就会变得很苗条的 嗯 嗯 我啊 我在院啊 这 你才是超纸的 哎 哎 我还有事 一会儿再打给你啊 对不对 这个乔 你是不是我吵醒的吧 你一定觉得我很奇怪是吧 喂 啊 大甩麦啊 在哪里啊 哎呦 大甩麦怎么会是八折嘛 八折还叫什么大甩麦啊 哎 不行不行 至少对半卡五折嘛 喂 喂 那个什么 最少六折吧 好吧 跟你多讲我还有事儿 拜拜 哎 你好 我是 乙珠 啊 你知道我啊 哦 他要诽谤我 嗯 好吧 我承认 我是爱讲手机 谁不爱啊 哎 多方便 你不爱吗 嗯 我哥 还让我带了一个手机给你 那 这是我舅的手机 借给你 干嘛 用啊 你看啊 这个是电池 这里会有显示 当它就剩下一格的时候呢 你就要充电了 然后静音就要按这个 开机和关机 电话 你快接 来 按这个就接了 快接 喂 喂 小头啊 对不起啊 喂 啊 看到珠珠的第六关了吗 是不是浑然天成 就像长在她脸上一样 对了 13641022556 这是你的电话号码 我已经把我的名字和号码都输在里面了 你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 发短信也可以 这样我就知道你每天过得好不好了 我会每天开机等你电话 哦 这样一来 我也变成脸上长手机的人了 不过没有关系 这样子我才知道你的状况好不好 嗯 你被不倒 我很关心你的 我们是朋友 喂 喂 怎么不说话 喂 你怎么了 你还在吗 嗯 要加油哦 不要偷吃地瓜 嗯 你 你怎么了 谢谢你 请周经理来一趟 是 金先生 你找我 你要请假 是 家里有点事 什么事情 我妈来看我了 哦 那好 那事该赔一赔 三天够吗 够够够了 够了 公司派部车给你 金先生不用了 要的 有车方便得多 可以玩远一点 那我让王琦也就三天假 你们一家三口 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王琦他也不必请假了 为什么呢 姐夫 他 他不知道 周大山都不急 你操什么心啊 你是人家的媳妇 多少总应该近一点 做媳妇的义务吧 是你想把我支开吧 你太敏感了 是我太敏感 还是你想补偿啊 你我现在去跟周大山一家三口和乐融融事情就解决了吗 我跟他之间的婚姻就没有问题了吗 我想的不像你想的那么多 我的想法很单纯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你现在还是周家的媳妇 你就应该做到媳妇的样子 很快我就不是了 那是以后 以后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只要你现在还是她的老婆 你就给我乖乖的做样子 这关你什么事啊 不关我的事 你现在干嘛坐在我的对面 我跟周大山之间的问题 已经不是一朝一夕了 更不是做做样子就可以解决的 我不管 我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问题 你说我虚伪也好 相怨也罢 我只知道我对不起周大山 我看到她我愧疚 我又不会把事情往你身上推 可是 我心里过意不去 现在能够弥补她的我都愿意做 哪怕只是求片刻的心安 我都愿意做 也都要努力 多么慈悲的人呢 王妻我这辈子欠的人太多了 不想再加上一笔 你 方一珠 方一珠 你干嘛 你到底有没有教她怎么用手机啊 这还有人教吗 她是不是现代人啊 那她为什么都不开机 这还用问吗 当然就是不想理你 为什么 我要问你为什么呢 什么为什么 你放着小凡姐那么好的女孩子不去招呼 干嘛要去伺候那个怪物 她也不是怪物 她就是 阴阳怪气闷不吭声的 我觉得她有点不正常 那像你这么挂躁 整天话不停就是正常了 是我是话太多啊 可是至少小凡姐是正常的 而且她对你那么好 你干嘛要对不起她 你干嘛要对不起她 我外快还你 我不要了 她要下红雨喽 我有罪恶感 帮凶 对不起小凡姐的 而且我现在决定 正式开始 不理你 义安 这样吧 我们先冷一冷 你不能因为这个理由跟我分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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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因为这个理由跟我分手 你冤枉我 回去问问你的心 再来跟我说这句话 好 小凡我爱你 我爱李伟凡 谁啊 半夜相当不睡觉 吵什么 我爱你 我爱你 谁啊 半夜相当不睡觉 我爱你 我爱你 连门都找错 真是不用心 没劲 节奏完全错误 什么节奏 要是按照偶像剧的言法 我连夜跑来 大海几声我爱你之后 你冲下来和我热情拥抱 误会兵士 我们爱到天荒地了 不是应该这个样子的吗 首先 男主角不会找错门 没诚意 方言 我爱李伟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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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言爱李伟凡 下来啊 我们重新来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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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不要加那么多辣椒了 一会儿上火痴疮要犯了 我看这次我废去你不可了 连我有痴疮你都知道 快吃 便糗了 我想过了 你还是冤枉我 我也是有付出的 诶 你可别叫我举例哦 你最爱叫人举例了 我也记不住了 反正我自己知道 我是爱你的 我当然是爱你的 如果我不爱你 干嘛跟你在一起三年呢 我又不是没行情 可见 我是爱你的 对 我爱你 走得久又不见得爱得深 谈恋爱也不是做学问 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绣花针 还不是有很多人在一起十年了 最后 这招啊 我一定要传给已珠的男朋友 保证他闭嘴吃面 全是辣椒 厉害吧 厉害什么 快吃了 太干净 不太干净我就不吃 不错 伤口恢复得很漂亮 以后可以穿比基尼了 谢谢你啊 王医生 小姑娘 放轻松一些 胃不好 跟精神压力有关系 学习别太紧张了 季先生 你也要多关心一点 是 我知道 谢谢 谢谢王医生 再见 医生说很漂亮 医生说很漂亮 快把衣服扣上 你不敢看我 衣服穿好 会着凉的 你不敢看我 你不敢看我 因为我长大了 我不是小爷爷了 我不是小爷爷了 淫妍 淫妍 我长大了 你有白头发了 不可以再胡闹了 再过十年 二十年 你就会知道 我是不是在胡闹 并且你会后悔 你已经浪费了 那么多年的时间 你为什么不能够 想一般正常的女孩子 你这样下去不行的 我们 来不及了 从我十岁生日 你提这蛋糕 到我姥姥家那天开始 我就喜欢你了 我决定喜欢你一辈子 不是你的一辈子 是我的一辈子 哪怕你现在就死了 只要我活着 我就会一直喜欢下去 一直 到我死了才停止 为什么 爷爷 为什么 你是第一个 知道我又有生日的人 那是我人生中 第一口蛋糕 我永远 永远 不要 也不会忘记那种滋味 一切只有苦 一切只有苦 从那以后 才认识了甜 也不会有 我 你是我人生里唯一的天